睽違十年 黄色小鸭即将回归高雄 抢购商机各出其招 有饭店打钱哨战 在自家喷水池摆出了三米高的充气式小鸭 还有500只迷你鸭 强先创造话题 搭上小鸭热潮 还有业者推出优惠 只要在小鸭展出期间 姓黄或是有一鸭的发音 就可以兑换精美点心 而另外间距离爱河展区最近的业者 也没有放过追鸭行列 祭出的活动送好康 抢购一波小鸭财 三米高的黄色小鸭缓缓升起 模样超吸筋 完工后摆到喷水池 一旁还有500只迷你小鸭陪衬 相当壮观 我很想偷一只回去 怎么说 因为太可爱了 上下班都会经过都会看到 就是胖胖的这样子 很萌的 为了迎接黄色小鸭回归 高雄有饭店业者看准商机 打造出小鸭水池 超猛造型成功吸引民众超胜 那因为饭店离这个爱河湾比较远 所以我们就想说 以原山这边的腹地 原来的地貌 那我们有哪一些东西 可以更贴近来蹭个热度 还有业者搭上小鸭热潮 除了在饭店大厅 打造出温暖的黄色角落 更退出优惠 民众只要是姓黄 或是姓民中有一阿发音 像是鸭鸭鸭鸭鸭的同音质 那只要在饭店消费满额打卡 就可以兑换黄色马卡龙一颗 另外邻近爱河湾的这家饭店 也加入追押行列 房间处处可见小鸭踪击 只要在脸书贴文 分享十年前的小鸭照片 还可获得餐饮底用券三百元 黄色小鸭预计从1月27号 展出到2月25号 业者比创意抢双击 也期盼这波黄色旋风 再次为高雄带来观光热潮 既然玩家下车高雄报道